1983年,邓公在北戴河一声令下 全国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次严打 其中被抓捕的犯罪分子不罚高干子弟 本期简入,咱们就来说一说 80年代的这一次严打被处决的高干子弟都有谁 当邓公得知朱德孙子也在其列的时候 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80年代国内专案出现了动荡 邓公得知之后,立即做出了指示 对于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分子怎么严厉怎么来 而这些犯罪分子当中不乏一些高干子弟 他们的父母曾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当中 立下了战功无数,却在教育上出了问题 朱国华是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 而他的爷爷的身份可不一般啊 就是赫赫有名的朱老总 算得上是一个根正苗红的红三代 从小是一个天资聪颖勤奋上进的好孩子 靠着努力考上了大学 平日里还有霞华兵 而且心灵手巧的还会剪裁衣服 后来受到身边小混混的影响 开始贪图享乐 仗着高干子弟的身份加持 开始有一些飘飘然了 罔顾国法徒作非为 还用恶劣的手段强迫妇女 从革命功臣之孙 一步步堕落成为了流氓 顾及到了他的身份 相关部门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邓公 邓公知道之后 并没有立马表态 而是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朱德夫人康克清 康克清一直对晚辈很是呵护 但是在党籍国法面前 他写下了天子犯法庶民同罪 这九个大字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最终 朱国华因为强奸团合主犯 流氓罪两项罪名 被判处的强决 开国上将陈在道 因为打仗勇猛 曾被毛主席称赞是一元战将 新中国成立之后 被委以重任 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兼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陈将军是战功赫赫 却无暇管教儿子 陈东平也在母亲的溺爱之下 仗着高干子弟的身份是无法无天 整天流连华丛 为了能够让儿子改席归正 陈将军将他送到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 希望能够借助军校的严厉 来改一改他的恶心 娇生惯养了陈东平 几天就受不了军校的生活了 于是请了病假 在家中偷听台湾电台 内心向往资本主义的纸醉经理 还写了一封投敌叛国的信 好在被杰氏拦截 没有酿成大错 他因为自己的任性行为 付出了代价 最终被判处了死刑 被一颗冰冷的子弹了结了一声 毛主席得知他叛国的行为后震怒 要求高干子弟引以为戒 身为开国少将 从任浙江军区司令的雄影堂 一生是战功标饼 最后受到了一对不争气的 双胞胎儿子的亲连 觉得会对组织与百姓 毅然决然的辞去了职位 他的这对双胞胎儿子 即使被押上了法庭 依旧是态度嚣张的大喊 我可是熊永堂的儿子 不过是犯了强奸罪而已嘛 哥哥叫熊北平 弟弟呢叫做熊子平 因为父亲忙于工作 母亲的溺爱 从小就养成了无法无天的性格 为了能够让儿子们回归正轨 将兄弟两个送到了部队历练 在部队期间 熊北平无法无天的猥亵了一名女战士 影响极其恶劣 让人们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母亲竟然继续纵容 利用熊将军的名义 将事情给压了下来 后来又把这兄弟俩安排进了工厂 双胞胎仗着有人袒护 更加的变了家里 四年的时间 侮辱了上百名的女性 被捕之后 哥哥熊北平积极认罪忏悔 而弟弟却依旧嚣张 最终弟弟被判处了死刑 哥哥判处了死还 但却经受不出折磨 在狱中上吊自杀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彤彤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